中国外交部发言陆康今天也表示 美方国别人权报告涉华部分 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陆康说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促进人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 国际社会也有目共睹 中国人民将继续沿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 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我们还是奉劝美方能够摘下有色眼睛 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人权发展的现状 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也奉劝美方好好反省 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 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